大S近日证实与汪小飞十年婚姻画下据点,并强调两人是和平离婚,之后仍是好朋友,也是一双儿女的父母亲。 而汪小飞这方则是交由大S为外发言,自己并没有在微博上多做回应。 据报道,身为两人好友的王伟中,透露汪小飞现在当然很难过,舍不得小孩,也舍不得过去十年这段过程。 王伟中过去是大S的老板,十年前汪小飞和大S在海南岛举行婚宴时,王伟中也有受邀,后来大S在康熙来了谈论这段世纪婚礼,除了自嘲风太大让他很怕走光,一旁的蔡康庸也说,除了好笑外,其实婚礼过程很动人,让他感动到在王伟中的肩膀上痛哭了一分钟。 据报道,王伟中保释先前没听说大S已经办离婚仪式,这两天看到新闻相当感慨,他也认为两岸婚姻维持的确辛苦,为两人选择分开觉得遗憾,透露汪小飞私下很难过,不舍孩子和这一路走来的回忆,而小S老公徐亚军,